野兔屋的風光非常的漂亮 來到台東車站 第一站就是先去吃生魚片 這家網路評價還不錯 這樣這份量只有250元喔 第二站是到綠水橋琵琶火 隔壁就是台東森林公園 這邊有一些藝術裝置 還可以觀賞太平洋 說到復刻浴港就是要吃海鮮阿 我們的復刻浴港也有通往日港來雨的船隻 然後市的內部狀況還蠻舒適的 接著上路是水往上流 直覺的錯誤造成看起來很像水往上流 以地勢來講上面是比較低的 下一站副標地址公園 也有小野流支撐 裡頭有一些商店 環境的話也是非常乾淨成街 雖然前期演了但非常的漂亮 每個岩石都被海浪拍達成不一樣的造型 再來就是精春休息區 可以看到整個東部的海岸線 東和包子店 年輕中午的時候可以到阿美民主中心 這裡會有一些阿美族樂器的介紹 還有阿美族樂器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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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四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點接著到成功浴港 同樣的來浴港就是要吃海鮮 選了一家平價還不錯的進去裡頭吃 看起來漁獲豐富 吃完之後看到隔壁在拍拍漁獲 下一站的景點是三線台 這邊有一些商家 三線台這邊真的很漂亮 不過走上這個洞橋的時候 上頭的風非常的強勁 但底下的水非常的清澈 花了15分鐘走到對面 其實是蠻不容易的 距離跟它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 就沒有走過去 因為這邊 畢竟40度 實在太熱了 最後就是只搬到旁邊 這樣的發生洞 這邊停車有收費 而圓區的規模 是呈現長條行車 那裡頭有八個洞 因為都有一小時 這次洞穴都有一些秘密 那剛好看見猴子 在漫遊 中河橋有七區 這裡有兩座橋 兩座橋的功法不同 這裡的美景真的是一絕 十分的漂亮 十分的漂亮 另外也有步道可以整個下面 連接著來調度完唐場 最後一個尖點就是前往一級二弟 現場有五六個 一部的停車位 逗留時間大概是十到十五分鐘 這邊的地址十分的特殊 非常重力的景觀 一半 到了晚上來到市區 是我的夜市 夜市沒有轉速停車位 靜停車還勉強來算方便 之後玩樂都具備 不過很多攤販的限制都重複了